我是一隻魚 這個是 老外說 他說的故事 幼稚園的時候不是都會午休嗎 老師都會放音樂 讓小朋友睡覺 別人的老師都是放什麼貝多芬 莫札特 他的老師是放任仙琦的歌 睡覺這樣 然後他最有印象的 就是我是一隻魚這首歌 然後 他可能等一下會彈到睡著 然後這首歌就是 對我們兩個都 很有感覺的一首歌 好 然後 這首歌叫我是一隻魚